尤其是女孩子 反正女孩子提出什么要求 你对方很难拒绝 所以在这种呢 就是外部环境和家庭环境双头作用下呢 很多女孩呢 优势意识很足 就是我长得漂亮 或者我比较可爱 我年轻 我就是个可爱的小白兔 你们就应该宠着我 大伙都应该对我好 所以在这样一种意识之下呢 他就一点点放松了对外界的警惕 再加上性格要开朗 活泼一点 再单纯纯真天真一点 很容易轻易相信其他人 你像我们看这个 重庆发生这个事情 上错了车了 居然对这个陌生的司机 也听着认知信任他 以为他一定能给拉到地方 你这就典型的太过清醒于人 自己有一种 我就是那个漂亮的小白兔 谁都得宠着我 可是问题 别人喜欢你 不等于就不会伤害你 再怎么喜欢你 你毕竟是个小白兔 当你碰到恶狼和狮子的时候 你可能会遭受到恶狱呢 所以防范意识不强来自什么 优越感十足 就是无论是家庭对女孩的这种宠爱 还是外部环境对女孩这种宠爱 都无形间使这些女孩放松了警惕 再加上我说 女大学生前面没有跟社会人广泛接触的经历 所以说从这点上我们觉得 这是一些女大学生输于防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说白了 平常可能宠爱她的人很多 到哪些美女啊 给你行方便 她就觉得大家都喜欢的 就觉得没有人会害我 谁忍心害我 我多可爱 其实我认为这个是现在很多女学生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动向 再第二点 我们得承认 即使是你没有过跟社会广泛接触的机会 如果你把身边的这个一点一滴的事 你注意观察 也不难得出防范的社会经验 可是现在的学生有一个突出问题 和虚拟世界打交道 比和现实世界打交道的时间要多得多 你咱们现在可以问 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一些年轻朋友 尤其是学生 你每天在电脑上和手机上要消耗多少时间 你跟其他人面对面接触 跟同学跟老师跟家长 谈话的时间能有多长时间 我告诉大家 虚拟世界你是得不出社会经验的 很多人说我什么都知道 我是看不少电视剧了 我在网上看很多新闻了 我应该了解社会 那差远了 虚拟世界很多东西 它为了吸引你的眼球 它有意识地夸大或者缩小 甚至制造一些很浪漫的东西 很安全无害的东西吸引你来看 咱们看很多的影视剧 你像包括有人喜欢韩剧 像来自星星的你那种爱情 现实当中可能存在吗 不可能存在的 可是很多女生被迷得五米三兆的 这虚拟世界跟现实 它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可是很多孩子呢 却把虚拟世界当做是自己的一种社会经验 在这里边沉沉时间太长 你对虚拟世界关注多了 对现实世界关注一定少 而且有的人根本不听身边人的话 认为你们都out 你们都太low 我这看这个网上这些东西多好啊 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店妈说那都过时了 哎呀 整天防着这防着那个 你看你们极小甚为不信这些事 所以我说在虚拟世界接触的过渡 对它接触现实了解现实 这个影响非常大 而且将来这个现象 现在这个电脑手机这么普及 有可能这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应该是值得我们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再有第三点 智能手机的普及 对这些事件的发生 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啥 热衷于网络世界 沉沉于智能手机 你走到大街上 你看年轻人 有几个是还是正经 带着他们走路 你走到街上都拿着手机 看 在那刷微博 发微信等等等等 聊天或者看视频 为何说过分沉沉 容易让青少年置身危险禁地 这啥环境我都不管了 我也看不见 所以真有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 他也来不及做不反 智能手机的普及 对这些事件的发生 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啥 智能手机太丰富了 拿这个手机里边什么都有 你现在你看看 你走到大街上 你看年轻人 有几个是还是正经 带着他们走路 看着什么的 大多数都是 一走到街上都拿着手机一顿 看 看得有点心无旁骛 眼观一路而听一方 这么前不久 有那么一个事 一个女大学生也在电梯里 她不知道电梯下边 是那么大空洞 还看手机 一下掉下去摔死了 你现在走到街上 你看那 看那简直 旁若无人的那年轻孩子 有的是 而有很多的孩子 比方说上了车 或者到哪个环境下 往往之间拿起手机在那玩 在那刷微博 发微信等等等等 聊天或者看视频 这个非常危险 尤其是你走到一个公共场合 或者说偏僻无人的地方 往往你就忽略了周围的发生的事 往往危险一步步向你临近的 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说过度的关注这手机 使你在一个不熟悉环境下 你对环境失去了洞察力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小片当中的几个 我就按照正常推测 有可能搭错车的女孩上车 根本都没来得及 想到去核实这个陌生人的一些信息 跑不跑吧 可能上了车 想到人抛出手机就在那看 发微信干什么 我想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就是咱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你总说这个教育不足 那个教育不足 原水解不了净盒 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要分析 我觉得不外乎我刚才说的几点 现在的女孩 尤其女大学生 得到很多人的这种宠爱 他就觉得别人不会害我 而且穿招 这个显得很富裕 时尚靓丽性感暴露 这都可能又是犯罪分子下手的这样的动议 虚拟世界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对现实世界了解越来越少 在家身边有这么个手机 只要拿着这个身边啥环境 我都不管了 我也看不见了 所以真有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 他也来不及做出反应了 就是没有时刻警惕 这些潜在的威胁随时会来到自个身边 所以我认为这几点加在一块 是发生这些事件的一个不能推卸的原因 所以反过来这个事情 我们从逆向思维角度考虑 就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这些学生如何避免受到这样的侵害 那其实我刚才说那几点 如果你能够反向的把它纠正了 那么可能这问题就好解决了 那么在具体到一些具体设施上来讲 其实他应该有这么平常经常做到几件事 首先一个呢 尽可能不去走那偏僻的道路 如果走这个道路呢 最好是结伴而行 而且你走到哪儿 尽可能多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要有人接应你这是最好的 另外我再说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对线路要有个起码的规划 你看济南圣津这个女大学生 那个犯罪嫌疑人 拉着他从这次里转一大圈 都两个多小时 他都不知道这是早事 就说他之前根本没有对行进线路做功课 应该的是什么呢 不要盲目的相信自己 说我这么大的我啥不知道 我走哪我看站牌呗 我看时刻表 我哪都去 根本不听家里 你出门之前就要充分考虑到 我几点到哪 有可能赶上哪班车 我事先把列车时刻都看了一下 然后我到哪去 如果那边有朋友接你 告诉准点到哪 尽可能按照这个规划来 旅途发生变化 要随时通靠自己家里人和接应你的朋友 这个说实在的 我得说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 可比现在的孩子这方面要细多了 我到现在都保持这习惯 比方说我出门要去哪 我肯定在走之前会把我的线路规划一遍 而且这旅途当中发生一点意外 你比方说哪怕晚点了 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那边要接我的人 为什么 一个是你替人家负责任 你得对得起人家 晚点了 你要是那么早来不是那么事 第二也告诉他 在哪哪哪要准时的接应我 就这已经入到我们这代人骨子里头了 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是这样 出门之前有说漫无目的 说我从北京出发去上海 先去火车站或去飞机场 赶上哪班算哪班 有的时候那边家里人亲亲朋友接的 他这边晚点也不告诉 自己反正在飞机场在火车站没事 就按这手机玩 有的都想不到说把这个通告给接待自己的人 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对人不尊重 另一方面 这等于你在安全这个环节上就出现了重大的疏漏 所以我说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是无处不在的 咱们应该从这些细节角度入手 把一些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 当然针对这个报道 很多人都说 哎呀没那么严重 这小概率事件 你弄得现在很多女大生都害怕 哪天我也倒霉了 厄运到我身上 这制造恐慌总不好 其实我认为这种恐慌是很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小概率事件一旦要发生了 那可就变成了彻底的伤害 就1%的可能发生 但是发生到你身上就是100%的伤害 那么我们在一定程度来讲 重视这样的事 心怀畏惧 怀有一定的恐惧 而多加防范 又有什么错 是3%的伤害 今日仿佛 好 不 到了